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剛剛推出這個Wave Equation 給定一個電流分布 可以找到一個對應的解 A 這個A叫做Vector Potential 那我們現在考慮一個很重要的Case 叫做Hertian Dipole Hertian Dipole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兩個電核 正Q跟負Q交互震盪 那麼它的震盪 兩個間隔最大的時候是L 然後正負交互變換位置 跑到最遠的距離是L 那麼所以IL可以看成是JωQ ISJωQ乘上L 那兩個電核相距為L 在DC的Case 我們叫做Dipole 是不是 兩個 一個負電 一個正電核 那這樣子會產生一個靜電產分布 Potential V 那假如說現在我們考慮的Case是 這兩個電核可以交互震盪 那各位在物理也學過 電核交互震盪的時候會輻射電磁波 我們現在就要解 直接把這個輻射電磁波的數學解找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電流分布 J可以寫成ILΔR 這個意思是我把IL擺在Z方向 我們現在設定一個球面坐標 XYZ是直角坐標 對應有一個球面坐標 距離R Theta V R的話表示是空間中某個特定點的向量 那我們來看它的dimension i的dimension是ampere l meter data函數的dimension是1除以米三方 這個data函數是三度空間的data函數 那這一劃約結果就是安培米平方 所以呢這個表示法 剛好就是電流分布的表示法 要描述一個點電核幾乎是位在點上 在這裡我們可以假定L趨近於0 I趨近於無限大 但是I乘以L是一個常數 所以現在我在畫的這個向量 只是標示它的方向 它的位置算在數學上來看 在遠點 只位於遠點 這是數學 那物理上我們當然沒辦法做到這麼小 但是可以做到很短 趨近於這個物理上 數學上的解 好 那從equation1來看 現在右手邊J是指向Z方向 所以找出來這個A 它的解應該也在Z方向 所以我們猜呢 這個solution A 它是位置的函數 它的方向是Z方向 然後乘上AR 好 那現在呢 左邊也有Z方向 右邊也有個Z方向 所以equation1就可以化解為一個scalar equation 那我們把A解出來之後 再把它的方向擺上來 就可以得到Vector A 好 所以equation1變成一個scalar wave equation 那右手邊這個sauce 現在看這個sauce只位於遠點 所以sauce在遠點 它跟方向 跟周邊的方向無關 因此呢 找出來這個解 左手邊這個Laplace 裡面有對R的微分 對θ跟對V的微分 那現在從右手邊來看 它的sauce跟θV無關 所以找出來的解 這個解應該也跟θV無關 這些從對稱性來考量 因此在Laplace裡面 θ的微分跟V的微分都是0 只剩下對R的微分 那這個就是Laplace 在球面坐標的表達式 因此呢第二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就可以簡化成這個形式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做任何數學上的近似 這個解還是exact 這個還是一個原來的equation 好 我們把symmetry 對稱性的條件考慮進去 好 現在要解這個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 我們習慣上第一個先解它的homogeneous equation 就是右手邊等於0 那物理上來看 也就是假如我不考慮原點 離開原點 離開原點的時候呢 右手邊就是0 所以自然就變成homogeneous equation 好 變成這個equation 然後我們左右兩邊同稱R 這個式子呢 再進一步可以化檢成homonic equation 化檢的方式就是我把這個微分開以後 跟原來這個式子微分出來 兩邊是一樣 好 寫成這個形式之後 括號裡面這個變數R乘A 它的解就可以寫成兩個homonic solution 的線性組合 其中一個是exponential minus jkr 一個是plus Exponential plus jkr 第一項叫做out of world wave 往外傳的 第二項叫往內傳 我們看第一項 我把e minus jkr 好 再把這個r除過來 乘上1j omega t取十步 得到amplituse e除以r 乘上一個phase變化的temp cos omega t-kr 這一項當t增加的時候 R也要增加才有辦法維持 裡面的argument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假如我注意是 omega t-kr等於0 這個時候cos0得1 就是最大值 我看了最大值的時空變化 這個最大值呢 當t增加的時候r也增加 表示這個wave是往外走 所以這一項是out of world wave 這一項反過來這邊是正號 這邊是正號 是往內走的 那從physically來講 現在我的diple source是擺在原點 所以這個wave應該是往外走 因為往內走的話 表示sau是在無限遠的地方 跟我們現在討論的case 好像不一致 所以我們從物理上的討論 把c2消掉等於0 所以a呢 a的解決到是out of world wave amplituse是隨著距離乘反比 這個wave就是spirical wave 球面坡 球面坡的正幅 各位在物理學過 球面坡的正幅越軸越小 而且跟距離乘反比 符合這個特性 好 那現在我們只差這個c1 還不知道 現在解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們推論 a應該是有這個形式的解 但是amplitusec1還不知道 好 怎麼找這個c1 我們用一點技巧 看第二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呢 有一個singularity在原點 所以我圍繞的原點畫一個球 球面是s0 裡面的空間是v0 半徑是r0 然後我在計算過程讓r0維持固定 計算完以後讓r0趨近於0 好 所以我現在第二式 equation2 對這個v0做空間的積分 第一項 第一項Laplace可以看成divergence gradient 然後用向量 各位在微分方裡面學過的 某個函數 某個vector的divergence體積分 可以寫成這個vector的 這個vector本身的什麼 表面積分 對s0的表面積分 這個叫divergence theory 好 那gradientA A現在已經知道是長這個樣子啦 那gradientA呢只有r分量 gradientA 因為A現在只是r的函數 所以在球面坐標算出來gradientA只有r分量 這個n呢是s0的方向 剛好也是在r head的方向 所以n.gradientr 這兩個r呢 n跟r.等於1得到就是這一項 那現在這個積分變成表面積分 是在s0表面積分 所以這一項呢跟方向無關 所以表面積分變成這一項直接乘上球面積 是不是 然後呢r等於r0 然後再讓r0趨近於0 得到就是-4piC1 所以第一項 第一項是-4piC1 第二項 第二項在這裡 K平方乘A 所以我直接把A拿來積分 A的積分 那現在A呢是C1r分之1-Jkr 這個積分我可以把它切成很多 這個球面球殼面積是400r平方 再乘上厚度DR 其中的r呢從0增加到r0 做積分 那這裡的r平方跟r消掉r1-Jkr 這積分的結果當r0很小的時候積分為0 所以第二項是0 第三項的體積分 第三項是delta函數 好 所以delta函數的體積分 就是1對不對 delta r的體積分是1 所以右邊等於-μ0iL 因此C1找出來了 C1找出來之後帶到這裡得A 再把方向Z擺進來 所以我們把A-factor解出來 這個解過程中沒有做任何近視 所有的近視是在物理上我們做了一些簡化的假設 譬如說diple短到幾乎只佔一個點 但是數學上是insect solution 剛剛我們說核圈diple解出來它的close form 完整的解A vector potential 是Z方向 它的大小是4πr分之μ0iL exponential minus jkr表示往外跑 amplitude1除以r表示它是一個球面坡 正伏隨著距離乘反比 那有了A之後呢 我們看在球面坐標 我們可以把這個方向Z-hat 表達成球面坐標的R-hat的分量 跟theta-hat的分量 因此把這個帶進來之後 現在vector potential A就有R分量 跟theta分量 分別叫做A sub r 跟A sub theta 那現在有了vector potential之後 我們可以算磁場 curlA是B再除以μ0得到就是磁場 那現在我們已經換到球面坐標 球面坐標的 curl展開是這個樣子 那目前AV分量是0 只有AR分量跟A theta分量 那帶進來之後 把這邊的AR跟A theta的表達式 帶到這裡來 那經過一串很簡單的計算 我們得到h 磁場只有V分量 好 V分量 那它的大小是jKiL除以4πr exponential minus jKiL 所以這裡還是保留的球面 球面坡的特徵 那這裡要注意這裡跑出一個sin theta 這個意思就是hV算出來 在不同的 在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θ 所量測到的h是不是一樣的 另外呢 它的R方向除了原來的球面坡之外 這裡又多出一個e除以jKiL 這個到後面我們再解釋 那有了磁場的表達式之後 我們用ampers law就可以算出對應的電場 現在的h呢只有V分量 所以把剛剛算出來這裡的 hV的分量帶到這裡來 然後展開 那因為這裡的hV表達式呢 跟V無關 所以碰到V的尾分都會變成0 因此呢電場展開之後 應該只有R分量跟θ分量 然後我們把這個hV的表達式帶進來以後 經過一串簡單的計算之後 我們得到電場出來呢 有R分量跟θ分量 那我們在這裡有注意 有觀察到一個規律 也就是R出現的 剛好都會跟K擺在一起 所以我們把Kr乘在一起呢 各位K是等於2π除以λ 所以K乘以R是一個R3λ的ratio 就是距離跟波長的比值 所以它有一些物理意義 因此我們得到的表達式是 R分量呢跟這個距離對波長的比例呢 有一次項導處跟二次項導處 那麼θ分量呢 則有0次項一次項跟二次項的導處 這裡再注意呢 電場不管是R分量也好 還是θ分量也好 都跟角度有關 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天頂角 Zenitz angleθ 所量到的電場跟磁場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再進一步觀察 Antenna通常是拿來輻射能量到比較遠的地方 那意思就是這個距離R比起波長非常大 也就是說Kr遠大於1 Kr遠大於1這個條件 我們叫做Farfield region原廠 那Kr遠大於1的話 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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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1比起來都可忽略不計 因此電場只剩下θ的這一項 磁場呢這個第二項 E除以JKr跟1相比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只剩下這一項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發現在Farfield region也就是R遠大於波長的時候 磁場的表達式跟電場的表達式 可以簡化成這個球面波的形式 現在這兩個球面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電場跟磁場一個是在θ方向 Polarization是θ 一個是Polarization是V方向 我們算對應的Poining Factor E cross H 得到是在R方向 所以Poining Power是朝著R方向 也就是往外傳遞 跟我們之前在討論球面波的特徵是吻合的 第二個特徵是電場跟磁場它的比率 1θ3HP 比值是1θ0 剛好是FreeSpace的Intrinsic Impedance 這個也合理 所以這兩個特點在原廠的時候 電場跟磁場它有一個適當的比例 那兩個都是球面波 但是都跟方向有關 那後續 我們後續會再繼續討論 這個球面波傳播的一些性質 有機會 我們的勇理 有機會 執行 行 我們來見 我們來見 唯一